8月的克爱庆草原飘着薄薄细雨 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齐 巴掩塔拉苏木东萨拉嘎茶的一处草长上 几名内蒙古汉子 正合力为一头南产的牧牛助产 其中手把牛角不断安抚牧牛的 就是村里养牛合作社的带头人 牛书记吴云波 算上刚出生的这头 2019年 合作社已有300多头小牛犊出生 这一头小牛犊至少值1万块钱了 看着刚出生的牛犊 吴云波满心欢喜 看着满身的牛群 40岁的吴云波感慨晚前 十几年前 东萨拉嘎茶是扎鲁特齐有名的贫困村 村里的人大多靠天吃饭 而年轻的吴云波靠着养牛 饭牛早就过上了小康生活 全村人便将致富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2009年 29岁的吴云波被推选为村主任 三年后又被推选为村书记 一开始当时的初衷 好像就是为老百姓做点事 工作任务挺重的 反正就是他就是那种 他身体吃不消了 就是感冒了 就那种发烧了 就那种情况 反正他就是 那个也不休 村民选我 我就要担起责任 为了帮村民脱贫致富 吴云波到处找政策 要扶持 然而下部的资金 亦发到村民手中 喝酒 吃肉 吴云波心里嘀咕 好心不能办坏事 于是他就琢磨着要造型 我们得自己能造型 只有真正牧民的收入稳定了 能造型了 我们拿这个血来 补给自己的牧民 给谁补就行 我就那么想 完了我们大家就想搞一个合作事 2013年6月 吴云波开始筹办合作社 为了号召村民入股 他先说服父亲 无偿提供林地 用来建牛舍 仓库 又第一个将自家的108头牛 赶进牛舍 看着他这骨子认真劲 村民们被打动了 十天内 全村207户村民积极响应 马拉庆埃利养牛专专业合作社 正式成立了 闲暇时候就是上我们合作社打工了 完了就在那个扎期 我们这个附近的就是镇上 完了是打一个月两个月的工了 就这种短期的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是夏天正点 冬天吃没了 就那种情况嘛 现在也不是了 在吴云波的带领下 合作社成立第一年 就给村民分红80多万元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吴云波又谋划起做深加工 2014年建四草料基地 2015年成立奶制品厂 餐饮公司和牛排店 2016年建立通辽直营店 宁波消除处和合作社卢北分社 如今又搞起了旅游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 送种植养殖到屠材加工 销售一体的群台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旅游 这些每个产业链上 都是我们的牧民有就业 也有股份 所以说我们真正实现了 牧民变股民 股民菜就业变工人 就这样的一个全村 一个一起搞的一个合适事 截至2018年底 合作式的总资产 已经从出厂时的550万元 增长到4200万元 五年间连续分红600亿万元 全村人均收入 由2010年的5700元 提高到2018年的15800元 帮助77户建党利卡平均户 全部脱皮 在公司的文化墙上 有这样一句话 走得再远 也不能忘记为何出发 目标对了 路再取着也不怕 吴云波说 马拉签爱丽就是牧民之家 他希望在这个品牌 做大做强之后 能够同牧民共享品牌 以帮助更多的人 脱皮摘帽 发家致富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有关照片 一条大哥 是 再次 相互 以不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